新手摆地摊记住这十不要 想不挣钱都难 咱们先说七不要 是哪七个呢 一 不要认为摆摊没面子 二 不要薄利多小 三 不要两天打鱼三天赛网 四 不要摊多求全 五 不要挤兑同行 六 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好卖 你就卖什么 七 千万不要幻想一夜暴富 听到这里先问问自己 摆摊你是认真的吗 接下来我说的这三点更重要 一 不要等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再去做 其实准备的再好也经不起变化 生意我们是越做越精 而不是越等越精 必须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二 不要贪 有些人一上来就品种贪多 利润贪大 产品亮点贪多 品种多就意味着步骤繁琐 损耗大 上来就利润多 意味着客户难养 产品的特色太多 就意味着根本没有特色 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轻易的放弃 放弃很容易 因为我有太多的创业经历 深有体会 很多时候不存在失败 只有放弃 傻傻的坚持 也不是说真的傻 而是一种精神 你说呢 地味着恢复大 产品天成 可别睡 水